柔柔是一個很好動的小朋友 他很喜歡跑跑跳跳 很喜歡玩 很開心 想來走 會笑的小朋友 他大概一個月大的時候開始 有些皮膚紅敏 有些氣粒粒的情況 前陣子在天氣乾燥 其實敏感情況是特別嚴重 你看到他皮膚很乾很粗糙 每一晚都會很癢 幫我塗上霜 基本上整個晚上都會醒 還有叫我幫他拗痕 醫生通常都開淚固醇藥膏 但我們不想他塗太多淚固醇藥膏 其實都會因為他的臉 手腳敏感得那麼厲害 出光而不想出界 因為真的很怕人們問 為什麼會弄到女兒這樣 真的很怕人們這樣問 因為自己已經很心痛 另外有時候可能去跑步踢球 他就很開心 但流完汗之後 那些折位會比較嚴重一點 如果他去到運動場的時候 雖然他身癢 但他都會邊跑邊拋 其實現在都會幫他轉奶粉 轉了能忍四號 都可以幫他改善到敏感問題 除此之外 都要配合洗澡的水 不要太熱 盡量幫他穿長袖和長褲睡覺 避免他勾損皮膚的情況 其實希望女兒將來 他的皮膚可以康復 不會再那麼癢 他就可以有覺好睡 沒有那麼敏鎮 還有可以皮光肉滑一點 因為始終女生就漂亮一點